最後...沒有!最後教堂是兩個女鬼相愛啦 不行啦! 哈囉!各位大家好!歡迎你們今天的遊戲視況 我是寶皮! 今天我們要來玩一個說故事的遊戲 Storyteller 什麼意思呢?就是一個講故事不是書 這遊戲也是新品節裡面找到我覺得非常創意的一款遊戲 它這遊戲怎麼玩呢?就是 它有一本故事書 裡面的東西所有的角色跟元素 你要自己把它組裝起來 變成一個完整的敘事 如果不完整就不過關 所以我們要在裡面自己拼湊出屬於自己的長篇故事 那我們會先從一張一張慢慢說起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第一張 這是關於我們自己創造故事的一本書 ok 然後現在第一張 愛與這個失去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First Love 初戀 那這邊我們可以脫衣這個角色有沒有 把它放上去 他現在沒有人跟他戀愛 對 然後接下來呢 他在教堂上面遇到了他的生態 我們就初戀嘛 就等於說他就完成故事了這樣 很簡單吧 這遊戲很特別 很特別吧 然後接下來呢第二張 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波坑號 失戀了 怎麼這麼快 初戀就要失戀 很快 所以這裡的失戀的話 我們要自己想那個原因 我們可以有場景跟角色 場景的話一開始應該是這個吧 然後兩個人相愛嗎 接下來是第二個場景 死了 他因為喪喔 對 我們可以選擇 誰死掉 對可以選擇誰死掉 女生死掉還是男生死掉也可以 你看比如說這樣 好 可以男生死掉 男生死掉了 然後接下來他們初戀 然後失戀 接下來要 Killing Heart 就是治療自己失戀的心這樣 有三個人喔 所以呢我們這樣故事好了 一開始 我跟你講因為正常來講大家會怎麼樣 會選擇先相愛嘛 然後有人死掉之後 他們又再相遇對不對 對 我們反過來 我們在墓地裡面 不是 男生死掉了 問號 他相問號 接下來呢 男生跟女生相愛了 最後 那個女生去看男生的幕後 他問號 問號 通順啊 問號這故事不順啊 角色關係不對 沒有啦 他要先相愛啦 他們兩個相愛 腳踏兩條船 這什麼 這也是失戀的故事 這個不是 Heating Heart的故事 他原本要跟他相愛 他就說他已經有那個了 我們把這樣移過來 最後他們兩個愛在一起 這樣 這樣就變合理了 其實原本應該是要設定是 應該設定是那個男生 然後跟另外一個女生 可是我們故意比較 我們變百合嘛 對不對 可以喔 然後接下來呢 Drama 每個人都心碎了 就是每個人都心碎了 對 所以這個要是一個悲劇故事 所以我們這樣子啦 每個人都心碎了嘛 就是他跟他的 等一下他不是死掉 我們延續上一代 他不是死掉了 延續上一集 他們兩個相愛 相愛啊 接下來這個女生死掉了 這個男的 他復活了 就找他 然後 哇這個故事很長欸 應該要這樣子 這女的跟他相愛吧 對 男的想要跟他在一起 可是 等到他 對 應該怎麼都死掉算了 然後最後結局就是 沒有人去看幕啊 這樣子啦 就是他 他一直跟他求愛 然後就 幫你跟他求愛 哈哈哈 問他 哈哈哈 他求了他 他要拒絕他 他要求他一次 他要拒絕他 他要找另外一個球 他也拒絕他 你這個不叫童話故事的故事嗎 這個也叫做 死男爛打 你這個叫做 本土劇局本啊 我知道 我懂了啦 他跟他相愛 然後 他死掉了 欸 有幽靈 為什麼叫有幽靈 他死掉了吧 然後他們相愛 然後這個女鬼就出來 他就不爽了 就是 我的故事是這樣子 這兩個原本相愛 然後女的死掉了 對 男的追求這個女的 對 然後結果 最後面 幽靈跑出來 然後 他把那個男的殺了 欸 後來他變升天 他升天了 不是他升天啦 他把他殺了 最後他升天了 哈哈哈 OK 我覺得這樣可以這樣可以 雙死不行啊 沒有過 他像每個人都心碎啊 最後他們 他們最後在一起這樣 哈哈哈 怎麼都死佼佼 欸這很難欸 這其實有難度欸 從來啦 其實是有難度的 我覺得從來 從編啊 你這故事太爛了啦 他們打槍了啦 哈哈哈哈哈哈 幽靈對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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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重來重來 重來重來 等一下 所有人都要心碎怎麼弄 講一下啦 一定要先相戀才會有人心碎嘛 欸 男女相愛 然後不行 我就不能拒絕 欸 要拒絕才會浴管 會死掉啊 沒有 我跟你講第二張就有人死掉了 然後他殺他 沒有第一幕就有人死掉了 鬼來找他們兩個 死掉了 然後男的去看他 然後就升天了 沒有啊男的去看他心碎啦 所有人都很傷心啊 然後那個執法鬼 執法鬼他沒有人傷他的心啊 會不會是這樣啊 就是男的很渣 他傷了那個兩個女的心 不行啊 最後怎樣你知道嗎 最後是其中一對死掉了 然後男的活著他也傷心 男的很渣 這樣相愛嗎 他拒絕啊 他一定會拒絕啊 那個執法 執法死掉 然後他再跟那個 白髮 再死掉 然後最後 最後 最後教堂是兩個女鬼相愛 這個deep好棒喔 不行啦 還是說六格都要傷心 我懂他的意思了 他的意思是他也要傷心 因為他直接死掉 所以他沒有傷心嘛 所以三個人都要傷心他才會那個嘛 所以先相愛 執法要想辦法讓他傷心 執法死掉 不對啊執法這樣還是沒有傷心啊 然後看到他在 他看到跟他在一起 換他死了 喔有了 蛤 這樣對了吧 可是故事在講什麼東西 不懂 有一天執法跟那個男生相愛 然後執法死掉了 男生跟金髮相愛 然後男生就死掉了 後來男生就 因為他兩次幸福了嘛 他就升天了 結果最後面金髮看到男生死掉 他也難過 所以這張其實沒有也沒炸 沒有也沒炸 反正只要這樣就可以了啦 爛透了 爛故事 好那接下來的故事呢 第二張更厲害了 來到中世紀 開始有點陰謀了 你看到嗎 他就是第一張的標題叫什麼 叫做毒藥 毒藥 白雪公主 毒藥齁 喝下毒藥 所以應該是 失戀然後喝下毒藥吧 我猜 這是那個啊 羅密歐與茱莉葉 羅密歐與茱莉葉 然後他就最後面喝下毒藥這樣 然後 有沒有 因為他傷心就喝下毒藥了 對 這樣我理解 我開始懂這遊戲的策略了 對啊 這個遊戲畫風 很童話 結果後來劇情超級八點檔的 然後現在這個是 雙雙服毒自殺 他們要服毒自殺 這羅密歐與茱莉葉 有沒有 相愛 然後第二幕就是 第二幕就是 他死了 然後他就升天 最後面 他就喝下毒藥 他也死了 他也死了 他也升天 沒有啊 你要有一幕是要那個啊 喝毒吧 他沒死 欸 這是什麼啊 他復活是不是 他復活喔 他復活 他超肚的 他復活 啊有啦有啦有啦 啊我知道了啦 假死啦 喔 羅密歐那一幕啊 對 然後他就喝毒了嘛 因為他以為他死掉了 對他喝毒 結果 結果 他沒死 他復活了 然後他就看了他的幕 對不對 然後他 最後面他發現 他也喝毒了 他居然死了 因為原本他其實沒死 他只是騙的 就是他家 家裡面反對他們婚姻啦 對 他裝死 難得以為他真的死了 最後面 對他只是被禁毒 他就喝了 結果兩個都死了 對 羅密歐也注意 這個是這個故事我覺得就很棒 就很棒 欸這是七美的愛情故事 感人肺腑 感人倒沒有 但是七美 七美 七涼跟優美這樣子 好 接下來第三幕 我跟你講越來越好玩 這遊戲越來越好玩 六月八點檔 兇殺 murder 兇殺案 我感覺這個好兇喔 他們兩個男在一起 兇殺 啊我懂了 我懂另外一個兇嘛 肉字旁的兇 是不是 不對吧 不對吧 第二幕就要 第二幕就要 沒有啦 他應該是要有一個 失戀的去 去殺他啦 就是 他們一定是 他要有個情敵他才會殺他 男女相愛 男男相愛 然後女生殺掉男男 然後 他想愛愛不到 最後把男女給殺了 對吧 喔對合理 合理吧 欸 好 然後接下來呢 這一個呢 又更特別了 這故事就是 下毒去殺人 要想辦法把他毒殺掉 喔 對對對 所以應該這樣子 一樣他們兩個相愛嘛 對不對 他愛他愛不到 對吧 對 他拒絕了 然後後來 他就很生氣 很開心在喝酒 想殺他 對 然後他就喝下了毒酒 就死了 就死了 這邊也可以 這邊也可以做那個 他可以切換 要看要毒殺誰 要毒誰 因為我們現在 格宅不夠多啊 然後最後面 他就也服毒 這樣啦 然後他也沒愛到 最後面 他毀了 他毀了所有人這樣 黑暗格林 好第三目 怪物 你看這個塔 黑魂的塔 黑魂的塔 我剛才想講那個什麼 亞龍德 對對對 好接下來這邊呢 亞當跟伊娃的死 伊甸園 亞當跟伊娃嘛 他們偷吃蘋果 這個是伊甸園嗎 相愛 然後 他們偷 他們吃了 偷藏的禁果 他們偷藏的禁果 然後被神發現了 你不是得到了智慧嗎 對 然後 他難過 沒有人了 然後 這個也沒了 所以這樹只有一個 是不是 樹只有一顆 樹只有一顆 剩下灰 剩下 剩下灰 剩下灰了 灰 為什麼會剩下灰 欸我覺得沒有 一開始應該是要那個 兩個人在那個啦 那個神那邊有沒有 兩個人在神那邊 你要有啟蒙啊 起承轉合啊 他說不能喝禁 喔不能吃啦 對啊對啊 然後他就沒 他就沒吃 然後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他們先相愛 然後 神跟他講說 不准吃 不准吃 可是其實事實上是 喔 偷藏禁果 其實應該是要先這樣 他先說不准吃 對 對不對 然後兩個都不准吃 但是他相愛了 嗯 相愛之後 他就死 男的就去吃了 男的就去吃 然後神把男的墊死 女生就 沒有是要去看他灰吧 去看灰吧 看灰 去看那個灰啦 兩個人然後變灰這樣 什麼東西 他們都要死欸 一開始就相愛 然後 兩個人同時 一起去那個果實那邊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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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面什麼都沒 都被批爛 哈哈 哈哈 就生一頭灰這樣 然後這樣子 就生灰 哈哈哈哈 就生灰 哈哈哈哈 三小 都被打成灰 完美 完美 完美啊 創世紀啊 好這台這個是跟 詛咒 來自吸血鬼的詛咒 這邊有一個德古拉 喔 這個有意思喔 月亮 所以很久以前 有一個叫德古拉的伯爵 對 然後這個男的就看到 那個男的發現他 月亮的時候他蘇醒 月圓的時候 德古拉蘇醒了 把這個女的給吃了 咬死了 然後 然後 接下來 德古拉怎麼做輪移 他就說 這個是博士 這不是德古拉 他跟想說 要殺死德古拉 就要拿去護裝 要護裝 最後又回到了地下室 然後 把這個 把這個女的殺掉了 把這個女的殺掉了 然後接下來他又把德古拉給殺掉了 最後面就剩他一個人 剩一坨盔 不行啦 來自機械鬼的詛咒 他們 他們先相愛啦 對 然後 他最後發現來到了 德古拉的這個地方 就晚上去 後來 德古拉 就蘇醒了 沒有是月亮才會咬他 月亮 月亮才會咬他 月亮才會咬他 所以你第二幕的時候 就要有人死掉了 啊 我懂了啦 所以 他那時候就被咬了 然後 女的再去找男的 然後 女的 女的在找男的 對然後 男的也被 咬死 他要給他吃大蒜 對 這樣子 對 這樣很棒 都吃大蒜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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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是賣大蒜 哈哈哈哈 沒有啦 我覺得不能這樣啦 有人不能被感染啊 對啦 有一顆不能被感染 他們先相愛 他女朋友被德古拉咬了 他就去 地下墓穴 找德古拉 發現他女友的屍體 對不對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因為被德古拉詛咒 對被詛咒了 對 然後他就 喔 因為殺死吸血鬼 然後被詛咒人 就會變回正常人 這樣子 對 然後 最後面 就變正常人 相愛 又回復了 又回復了 因為詛咒解除了 對 你看 真的天慘 這故事真的棒 可是我比較 我比較喜歡賣大蒜 對 賣三串大蒜 那個比較好笑 給你 給你 然後德古拉 好 那接下來呢 他這故事 是跟一個女王有關 他是這個 美女野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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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去勇者救 勇者救 勇者救 肥龍嗎 龍騎士 龍騎士 好啦 女王 他不愛這個 他不愛他 對 然後後來 野獸把他綁架 喔 喔 英雄救美啦 他要去嚇他對不對 對 他就被抓了 他囚禁 囚禁他 這樣子 要嚇他 然後接下來 他就把衣服脫了 對不對 他把衣服脫掉了 然後再去救他 只有兩個就在一起 兩個在一起 好爛喔 哈哈哈哈 這個不會有收視率好嗎 這是什麼收視率 好爛喔 這絕對不會有 這太爛了啦 這故事我覺得 不會賣錯 不會賣錯 爛透了 OK 好啦 所以我們總是拿幾顆星呢 看一下 放上去然後上一頁啊 沒有啊 有啊 有耶 獨特關卡 喔 喔 不一樣 很特別喔 外賺 對 我們剛才那個是一個人傷心對不對 對 現在要變成 兩個人的傷心 兩個人傷心 這樣就好啦 對吧 因為他告白他失敗嘛 後來男的也死了 對吧 這樣就傷心了嘛 錯過了 太厲害了 然後抓馬 抓馬 好那我們現在這一題呢 上面提到的是 來勢啦 來勢 來勢 所以他投胎 然後又相遇 投胎又相遇 喔 喔 投胎了 我們下輩子再來做一對 什麼鴛鴦之類的這樣 來勢之愛喔 這個這個有點難喔 所以最後面 女的就投胎了嘛 啊 會不會是這樣啊 然後投胎成為了 女 另外一個女生 然後最後就是女女 嚇他 兩個一起轉世啊 兩個轉世 然後後面再一起相愛啦 男的死女的也死 然後最後一起相愛 就這樣 就是投胎轉世 爛透了 爛死了 爛透了 好接下來這個也有一個喔 嗯 他是說 雙雙服毒自殺 所以只有一個人死 這樣嗎 可是這樣的話 哇那這樣的話 我要怎麼變動他 他最後不喝嗎 還是 死兩次嗎 愛你雙死啊 愛你雙死啊 可是他這樣怎麼弄 他們相愛嘛 他看他死他才會喝毒 對不對 然後女生復活了 對吧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 然後女 女生又死了 沒有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你知道嗎 我覺得做成一個很惡趣味 就是 你先前面都正常 然後男生服毒 然後他重生了 重生之後 又會一次毒 又會一次毒 就是這麼惡趣味 就是這麼惡趣味 我跟你講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他看到 他看到女生 原本是女生復活 看男生死掉了 然後這次女生沒復活 男生再復活一次 男生再復活一次 再喝一次 對 就是這麼爛 就是這麼爛 超鬧欸 然後這邊是下毒 然後我們這下毒 也變了 那這邊 他每一個越來越難 我覺得現在難度 難度 也不是說難 就是你要先理解他的意思 他後面已經在惡搞了 他後面是有點在惡搞 好 那剛才這一題呢 他是在 譬如說 我們要先殺人 可是 現在是他 偷走那個毒藥 他利用毒藥去把他的那個 另外一半偷走的意思 所以應該是 狠刀奪愛 那 我們這邊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你不能 這樣 狠刀奪愛 這麼簡單 越來越黑暗了 創世紀 又多了一個 剛才是兩個都被批死對不對 兩個要變灰 對然後現在這邊呢 變得不一樣 這邊我們是 他吃了之後 要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什麼 所以要一直吃一直吃 這意思嗎 一直吃一直吃 就是 是 風啪啪啪啪啪 然後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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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什麼東西 靠腰啦 吸血鬼又來了 然後 然後這個 這次的吸血鬼 也變不一樣了 他說 他這個東西呢 我們現在是要 他要讓教授被嚇死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教授給嚇死 那就是那個賣大蒜那個劇情啊 可是他...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吸血鬼 他笑了 就是怎麼講 因為這個應該是他的...可能他的...女兒 所以他就是說 他要去對付那個 他拿著木樁殺德古拉他就會復活 結果他殺死的是他女兒 然後他就...他就行死了 他就行死了 好啦好啦 我覺得還不錯啦 好那這邊呢 Dragon King 這樣子 他愛不到他把他抓起來 然後後來 他變裝變成恐龍 恐龍去救他 恐龍去救他 最後恐龍跟他相愛 哈哈哈哈 你後面還有一個 一個沒差啦 用不到啦 很鬧 很鬧喔 欸這遊戲好玩嗎 還蠻好玩的 我覺得挺不錯的欸 這遊戲算是我覺得 挺有創意的 解謎小遊戲啦 我希望他後面還有多一點的角色 你看他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其他這個就可以自己去變換一些自己的故事 可是就是變成說你要先猜謎 去猜出他大概大意是什麼東西 對 你懂他的故事的意涵之後 才可以做出相對的變化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啦 我個人是覺得蠻期待正式版上市之後 這遊戲是全年齡相的嗎 也沒有要全年齡吧 因為有很多很奇怪的東西 我建議是不要給小朋友玩 因為小朋友會怕腦洞大開 有可能有可能 好啦 那如果喜歡這部遊戲的話呢 別忘記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如果想看更多有趣的小遊戲 那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對 那我們就會拍更多 找更多有趣的東西拍給大家看 沒有錯 OK 好啦 我是老伯 貝貝貝貝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